那现在我就会做最后一个step 我要将这个j 和这个盒子 这块东西 合拼 我要这个s形状的东西 吃了个j字 那你估我要做多个什么step 才可以吃了个j呢 大家可以check box 回答我就可以了 或者goocheck 可以做多个动作 我要把这个东西吃下去 现在吃不到的 现在不是吃的 对呢 可以开咪回答就行 或者check box回答就行 可以在check 看了 group yes 是要grouping 说得对 但是group之前要做多个动作 我试试group它 我要吃了它 这样就group 这样按 没有吃到 是不是 没有穿 这个很古怪的形状 这个不成功的这个吃这样 因为吃之前 group之前 我要做多一个动作 是不是要变成好啊 哪个变成好啊 对了 什么啊 将那两个 就是s 和j 我知道 那是j 还是s 咖啡色还是红色啊 那你试试图 说是你觉得变成了 咖啡色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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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试试吧 那就group了它 这样 那是烂了 哇 这个不行啊 但你差不多对了 那是哪个 红色变成了 二十 二十 差不多了 其实 不过就不是j 变成了 要合平 哪个啊 红色 红色的变成了 是啦 我们试试 再group了 再group了呢 不过是对齐啦 每次unline些 对齐会漂亮点的 对得不齐会有些瑕疵的 好了 那我们再group它 啊 看看稍不稍然呢 敢按它 看一个j字都出来 虽然你觉得有点颜慘啊 敢按呢 真的s字 这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这是J 这是S